王万里一龙要往输出 后脑不是女王 泰拳王赛前嚣张放滑 更是恶意推散一龙和他的徒弟王万里 结果擂台上被王万里两个重拳直接干趴下 今天这场比赛是武僧一龙的徒弟和泰拳王熙提出的对比 武僧一龙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曾经在武林峰的擂台上征战比赛数十场 击败过许多篮华挑战的嚣张王万 后续退隐了搏击的擂台之后就开始带徒弟 而今天的主角王万里就是他的关门大帝主 长时间的征战和训练之下王万里的搏击实力也是突飞猛进 所以此次也是上擂台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的对手是来自泰国的泰拳王熙提出 这个熙提出可是大有来头 不仅拿到过泰国点尖赛事的冠军 曾经更是将武僧一龙KO在擂台之上 虽然现在年纪大了 但是实力依然是不容想去 此次赛前更是放话一龙是缩头乌龟不敢上场 还扬言要将一龙的徒弟给击溃在擂台之上 让我们看看王万里能否证明自己为一龙复仇吗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小手点的弹 小灵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暴露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双方没有贸然的发起进攻 而是经典的前后一动进行试探 随后西提出率先扫踢向王万里进攻 结果被接腿之后直接撂倒在地 王万里开场直接是给对手来了一个下本位 要知道西提出在泰国打了200多场比赛 获胜了就有150多场 可以称得上是真真切切的摆设泰拳王 而一龙的徒弟王万里才打了50场比赛步道 比赛经验和对手相差的不是一点点 而他开场就敢打得如此的凶猛 只能说是出生牛独不怕虎啊 此刻的王万里再次扫踢进攻 结果被西提出截住大腿之后挨了两下扫踢 也算是西提出对他的回击 接着西提出又是一个低扫腿进攻 王万里立刻回进了一套全腿阻 要知道两人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王万里是自由搏击的打法风格 而西提出是典型的纯泰选手 大家都非常清楚泰选手的进攻节奏较慢 大多数是以凶悍的单击为进攻手 而自由搏击则是更加的灵活 对阻隔的要求更高 所以首回合感觉王万里更快地进入状态 但是呢西提出也是根本不把王万里放在眼里 因为当年一龙巅峰的时候被他两个扫踢机 随后直接跌落神坛 如今面对一龙的徒弟自然也是不当回事 而王万里则是带着势必要为师父复仇的信念进行着比赛 还有FMA的亚洲冠军 巴达尔桑 包括俄罗斯的克里莫夫等 其实在2020年之前 突然西提出一个扫踢直接将王万里踩在嘴上 这谁能忍得了 换我肯定忍不了 不知道王万里会如何进行反击 只是进不退的劲儿 但是在2020年的时候因为他膝盖受伤了 所以说影响了他比赛的一些状态 这场比赛上来 果不其然王万里直接是组合拳进行反应 漂亮 虽然王万里的攻势凶嘛 但是西提戳的反应也相当迅速 所以两人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势均力敌 在场边边脚啊 此刻的西提戳想要扫踢进攻 结果王万里一记凶悍的摆拳直接将其击倒 场下的翼龙连忙拍手较好 裁判也是立刻对西提戳进行独立 2 3 4 5 对 刚才的是一个摆拳 后手摆拳的确非常的突然 是 好 迎回合出现三次足秒 好 看对方运动也会重 对 对 对 再次回来后王万里气势汹汹 轮起拳头直奔西提戳而去 对 这个就是我刚刚比赛一开始说的时候 因为拳套的原因 拳的力量感是完全不一样 是 王万里一靠西 分开 分开 自由国际规则 对 可以看出此刻的王万里已经打出了气势 摆拳轮的虎虎生风 西提戳再次扫踢进攻结果 对王万里一个摆拳正宗的领导 顿时西提戳就摊倒在 对 有点还要多秒了 2 3 4 5 对 这一拳 力量是最重的 不然西提戳能能切斳 应该不行了 9 裁判上前对七堵秒 但是西提戳根本就没法起身 于是裁判立刻挥手示意比赛结束 就这样王万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满群成功运动 直接将对手给机会在擂台之上 成功的赢下了比赛的胜利完成了复仇 让我们为王万里点赞